总统马英九昨天亲自前往异光教会探视林毅雄 并且当场承诺核四安检完成之后 会交付公投决定核四的未来 既然两个人昨天没能碰面 不过林毅雄今天在脸书上公开po文回应 并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马总统 内容指出总统的职责在于国防外交等事务 无权插手核四公投议题 否则未来将如何调停行政立法两院之间对于核四的争议 残害我的身体的不是我自己 是那些一定要在台湾盖核四场的那些掌权者 直至掌权者就是凶手 民进党前主席林毅雄不喜无限起敬时 呼吁政府停建核四 马总统也赶赴异光教会探视 还写了小卡片 亲笔承诺安检完成后 核四一定会公投 不过林毅雄除了感谢马总统亲自签名制 也发表一封措辞强烈的公开信回应马总统 林毅雄强调台湾总统职权在处理国防外交 核四既不属于国防也不属于外交 总统既无权也不宜任意干涉 信中还说总统就院和院之间的争执 负有调停之责 目前行政立法两院正在处理核四争议 而您尽不顾身份 自称代表政府到处发表自己为是的言论 将来立法行政两院如有争执 那您又将如何调停 而且行政立法两院做成决定前 任何人包括总统无权代表政府 说三道士 更不宜做出承诺 最后更感叹台大前法律学院院长成说 我们没有把学生教好诚实中肯 以公开信批评马总统欠缺法律素养 而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也有同样看法 我也听了他昨天不能下修的理由 我也觉得那是不足以说服人的一个理由 那也没有有什么坚强的法理在后面 那也显现出来这是一个总统愿不愿意的问题 而不是说法律上或者是说 这个人民愿不愿意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整个症结点恐怕还是在总统 公投门槛马总统坚持没有调整的必要 蔡英文跟感叹总统怎么始终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林雄更是不客气 回其何思公投 马总统没有智慧的余地 何思争议朝野各执己见 僵持不下 有段TV狼三李皇轩台北报道